先有请小队长和华 我们先来进一步的细节 好好鉴赏一下这台2020年式的LC500 大地律是只有今年 Limited Edition才有这个颜色对不对 因为基本上新车色的时候 外观基本上还是跟之前的会是相同的 不会有做一个太大的更替 但是主要是车色 因为现在车子的外观的造型 这个线条是越来越复杂的 越来越复杂 复杂不是不好 而是说它是藏在里面的细节 所以说有很多一点点细微的 板件一点点细微的线条 真的你要看实车 而且有不同的角度 因为毕竟日本职人有的时候会坚持一些 我们可能外行就觉得不重要 但他就为了要有这样的一个光影折线 他就觉得还要这样来做一个设计 LC这个发表之后 事实上外观上面是被人家接受的 前几年是水泥灰 流行一阵子 什么车子都选配水泥灰 水泥灰 大地绿 这几年开始陆陆续续的开始出现 绿色系的 不管有深的浅的这些 都可以看到不管是改装厂 或者说新车厂 推出新车的时候 都把绿色又把它拉回来 甚至是主打色 对 说真的合法 你就当自己家 我们朋友认识那么久了 你要摸 要怎样都可以 反正兰尼克会复理就对了 如果他怎么样了 就你负责卖单 其实你如果从细节看 因为我不知道你对Lexus的 这个品牌熟不熟悉 但从细节看 它是不是有很多 让你眼睛一亮的一些点 我特别喜欢它这个 后面的爆龟的设计 我觉得它这个设计非常棒 因为那个屁股是 你看 比较八九零年代那种线 跟线的那种爆龟设计 不是圆 所以我觉得这个设计 非常吸引我 它反而是看到那个 爆龟的地方对不对 每个人喜欢的点不一样 我只能这样讲 因为其实外观是很主观的 有些人喜欢车头 有些人喜欢车吻 人家我都被车头吸引 你不觉得车头 其实也是还蛮漂亮的吗 也不错 可是我觉得这个是 最吸引我的地方 这个就是这样子 当有人看到一个点 它就一直盯在那边 对 它就从大 一直看人家屁股 都一直在盯着人家卡针看 好 注意 看屁股 我们就来看看屁股嘛 对不对 那么吸引我们和华注意的 反而是它的后面屁股 这个屁股 应该说它线条是很自然 可是自然里面 你看它这个折线 好深邃 对 这也是为什么和华 会觉得车尾很好看 就是宽的关系 让它觉得视觉上很好看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 如果说今天是在白天的话 白天的话你会看到 这边因为这边有一个 用黑色烤漆的处理 所以说它会变成 好像有点两截式 两截式的一个视觉的概念 然后再这样 这个棚里面在看的时候 它这次因为新的年式有 全玻璃的车顶 所以说跟车色是不同的 现在也是很流行的一种 颜色的搭配 当然整个到这边来讲的话 就是说因为它日式的设计 所以说它跟欧洲的那种风格 是完全不一样 而且如果设计师听到 有人很喜欢特别某一个部分 像是屁股这个部位 对 设计师应该会觉得 这个人品位不太一样 你知道我要干嘛 对对对 故意让屁股比较风臀一点 对啊 加上那个侧裙 跟它的那个风洞的设计 我觉得非常好看 我真的刚好临时想到问你一题 因为如果是去年式的LC500 它是Carbon车顶 可是它现在车顶已经变成 为了让它内部的通透性更高 所以它是那种透明的玻璃车顶 你会比较喜欢哪一种 我喜欢玻璃车顶 你喜欢里面明亮一点对不对 对对对 采光好 采光会比较好一点 好 谢谢和华 接下来我们大家要进到里面来看一看 尊贵的客人来了 嗨 嗨 嗨 Erick 因为我之前在宾市的场子看过你 他有在看宾市的新车 但是时时没下手 对 所以听到我们要看跑车 他就杀过来了 是的 请上车 谢谢妮姐 当自己的车 是 不要乱叫姐 我比你小 怎么样 坐进去感觉怎么样 因为这是超过我的想象 因为一般我都觉得说 这种比较轿跑车的车型的话 空间应该会比较局促 可是依照我这种身材来做这个部分 我觉得还蛮轻松舒服的 你脚可以伸满直 对 是的 你看他都已经几乎都已经可以 这样很舒服地坐着 乘坐这台车的部分 对 那我为你隆重介绍一下 你隔壁坐在驾驶座这位车手 因为有时候站面有门也很大 所以你现在手抓那边是将将好 对 没错 没礼貌 我已经坐战斗位置 北郎哥都讲了那么多次 没礼貌 你看你如果旁边人真的是 油门踩很凶的话 其实他左右两边是可以抓的 那抓的质感怎么样 在他整个车缝线跟整个内装的部分 结合速度跟质感的部分 就是他的 真的 对 好 谢谢Eric 谢谢 来感受一下 旁边有些脊皮 细节真的超多的 如果你用职人精神来讲的话 你应该说好像你也够了吧 不用再那么多了 可是设计师说不够不够 我还要更好 所以接下来我们归归来体验一下 我们来看看每一处 你可能想象不到的一些细节质感 比方你看那个门板 线条有没有流水感 有 然后你看这个地方 LC limited edition 你也可以上车 没关系当自己的车 因为兰尼克要载你出去了 兰尼克可以好好的跟大家说一下 其实光是车缝线 都好多好多的细节巧思 对不对 首先刚才我说的空间的部分是这样子 然后再来 当你看到实车的时候 其实你的重点是先触摸一下这个皮质的感觉 中间这边它会用比较硬的皮革 才是因为用这个耐用度的问题 然后再来就是你的座椅 椅子的皮革的软硬度 就是跟一般的车子 比较起来的话 那种触摸的质感就不一样 然后再以下摸到的 对 再就是你刚刚摸到这个车顶 这都是这种反肌皮这种东西 这个东西整个 这样整个车室的质感氛围会不一样 我觉得这个椅子皮 比AMG的好摸 我那边想要跟AMG别 大家来请下车 因为我觉得真的要摸到真的很透彻 因为它有摸过AMG的皮 你觉得它这个皮比AMG好摸 是 我现在要请你做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是摸前面的皮 第二件事是摸后面的皮 然后跟我讲你的感觉好不好 一样都是LC500的皮椅 如果你是2019年式之前的车款 它就是后面那个皮 但是这个2020年式它是全新的 它就直接标配给你那个是LS才能选配的皮椅 所以你有摸出它有什么差异吗 我觉得它皮 感觉它皮底下好像还有一层东西 它的填充感就是它的支撑度 填充 这个东西我帮它补充一下 这叫填充物料的内容物 它不是单单只有皮而已 对 不是单单只有皮而已 所以摸起来就不太一样 我自己摸起来感觉 我觉得前面那个价值45万的这个皮 大概就是18岁少女的皮肤 后面那个大概是38岁少女的皮肤 有肉厂肉大也没有 后面那个皮也是满滑溜滑溜的 可是觉得前面就是很饱满的胶原蛋白那种感觉 有差喔 有 感觉有差 薄薄的 薄薄的很酷是不是 还有一个一定要它直接看的 你有没有看过有谁车门把是这样设计的 车门把 上面那个是金属的 金属的并不是塑胶的 这也是一个设计师的巧思在里面 对 满满的巧思对不对 而且如果是关起门的时候来看它车门把 它会自己弹开来 这里还有一个这个 这里是它的Logo 那你要开就直接这样开 有没有觉得就是 你觉得好像够了 可是设计师说不够不够 有一种够叫做只有你自己觉得够 我设计师觉得我还要给你更多 对啊 所以说真的啦 上车的时候你真的看到车 你会看到很多细节 因为一般报道的话 我们不可能一点一点一点 全部讲完 那人家会觉得我们在骗稿费 骗通告费 对啊 那这个的话就变成说很多细节 你要真的看过摸过 你会有更多的不同的一个体认 对 以后我们常常开放大家进棚里面来介绍 好 谢谢龟龟 谢谢 嗨 各位跨学小银家们 看影片别忘了帮我们按个喜欢 留言 写下你想看到的车款 并且把我们影片分享给所有 你喜欢车子的朋友 记得按下订阅 开启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随时接收到我们的最新资讯哦 更多车款的开箱评比市价通通走在这里 让我们一起变成 WinWin跨界大赢家吧